美國國會下屬的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8月9號發布了一份報告說 中共仍然在使用囚犯等強迫勞力 生產出口到美國的產品 這違反了美國相關法律和美中雙邊貿易協議 據美國之音報導 這份報告說 雖然中共政府在2013年的11月份 廢除了勞動教養制度 但是美國勞工部2016年的9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 許多勞教所被改為了戒毒所或收容教育所 有報導顯示 強迫勞動在這些地方仍然在繼續著